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 曾经借着释迦牟尼佛在《人言经》里面所讲 讲到我们凡间的众生 都认为今天我能看到,我能听到,我能摸到 我的六根对应外面的花花世界 能够接收一切的讯息 是因为我有眼,有耳,有手,有脚 其实释迦牟尼佛就破了这方面的什么 错误的一个观念 佛陀就讲 人如果要看,单就六根的功能 举眼根来讲 一个人要能够去看到外面的这些的景物 第一个,他必须要有眼睛 我们讲要有瞳孔,对不对 你要有视神经 你借由视神经的这种 视网膜的这种功能 你接收外面的讯息 这个还不足 假如外在的环境没有光线 把我们所要看的物品 照得清清楚楚 我们也不能够去看到外面的一个景象 所以内要有一个眼睛 外要有一个光线 这两者都是条件 叫做圆 最重要的原因在哪里 种子在哪里 我们的这个色身肉体上面 必须要有灵性的 有灵性在 有眼睛 有光线 就能够接收外在一切的一个景象 如果没有了灵性 这两种条件即便具足了 他也不能够发挥 他见物的一个功能 所以佛陀就这样子去破阿难的鱼池 因为阿难尊者跟你我一样 都认为我们有眼睛才能看 所以盲人没有了眼睛 他的所谓的眼睛失去了 视觉的功能 他就不能看 他眼前只能看到黑暗 结果佛陀说 盲者也有看的功能 阿难尊者就什么 就开始有了疑惑 盲人怎么能够叫做有看的功能 他看的只是黑暗 这也叫做能看吗 结果佛陀就在这边就开始破了 佛陀就讲 我们金人寺79页 他说阿难 假如没有眼睛的人 他的视神经 是不能发挥见物的功能 他眼前所看到的 只是一片的黑暗 黑暗就是没有变物的功能 然后忽然以现在而讲 有透过眼角膜的移植 他的眼睛恢复正常了 恢复正常 还于前程 就可以看到眼前的一切的景物 见种种色 假如你说 没有眼睛就不能看到 对不对 那这个有没有眼睛人 如果经过适当的治疗 现在讲移植的手术 他忽然能够看到了 那这样子讲 就叫做眼见咯 是不是 因为没有眼睛不能看 现在眼睛的功能恢复了 就能看到就表示 见物的功能是眼睛而来的 那我就回头又举个例子 那我们有眼睛的人 在一片黑暗当下 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全见全黑 眼前只看到 漆黑一片 以现在我们的居住环境 光线几乎无孔不入 可是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如我们在一个很黑的空间里面 突然进入到一个充满光线的房子 你也不能够发挥介护的功能 眼前也是漆黑一片的 然后这个人眼前是黑暗的 但是忽然有一个光线射进来 然后溢于前程 把前面的外境有没有照得清清楚楚 可以看到种种的一个相貌 那因为是有灯光才看到的哦 你起先有眼睛 可是没有灯光你看不到 现在有了灯光才看到 那就不应该是什么 是你的眼睛看 是灯见咯 如果你阿难坚持 盲眼的人看不到 后来眼睛恢复正常 那个才是眼见 那明眼的人 没有光线的一个辅助 他也看不到 那等有光线进来 可以让他看到外面的景象 那就不是眼睛看到 那是灯见咯 理解这个意思吗 他就在破他了 那假如是灯见 你说因为有灯才见到了灯见 那灯如果能够有见物的一个功能 他就不叫灯了 灯是什么 灯是无情的一个众生啊 是不是 有情众生才有见闻觉知的功能 所以灯如果有见 就不归为什么无情众生了 所以他就不叫灯了 这是第一点 此外 就算是灯能够什么 见到东西 请问你 那跟你阿难又有什么关系 不是你自己看到 是灯看到的 所以佛陀就做一个总结 所以由此可以知道 灯不过把外面的景象 给它显露出来 方便我们能够看到 所以真正能够见到的 见到这个东西是我们的眼 而不是灯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眼睛跟灯的功能也是一样的 它也不过就是让你接收外面的什么 一个讯息而已 你的身上如果没有了见性 就是见性就是佛性 就是我们的灵性 假如没有灵性 那你的眼睛有眼也是不能看的 就如同人死掉一样啊 有眼睛不能看 所以有没有 由此可以得知 一个人能够见悟 是什么 是他的戏 这个是他的见性 而不是跟他的眼睛啊 眼睛跟灯光一样 都是辅助的工具 所以各位前嫌 我们的耳朵也是 我们的手脚也是 我们的四肢把汗之所以能够发挥一切的作用 你不要只拘留在 我有手 我有脚 如果你拘留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 你就很容易被这个假体所迷惑 我们讲破旺显真 我们对于这个色身的假象 我们就依然没有把它给忘记掉 到后面就会针对这个利基点告诉我们 我们要在一切的环境里面 不断的往里面关照 往里面关照 守住自己的真心 才不会让我们的四肢百害 因为外面的假警 而去造作出一些不好的事情 最后反过来 强害到我们的自信 所以在一切的环境里面 都要不断的牢牢叮咛自己 哪一个是真 哪一个是假 真是永恒不灭 假是暂存的一个幻象而已 来来去去是没有修止的 我们不要因为幻象的迷惑 而迷失掉自己的真心 所以阿难跟与会的大众 听到释迦牟尼佛 做这样的一个举例 然后破解之后 有一次口以默然 再也不去多说了 但是嘴巴不说 心里面没有了解 对佛陀讲的道理 依然有什么 有所存疑 所以游记如来 词音宣誓 还抱着一个想法 希望佛陀能够再深入的 去加以剖析 所以后学才说 我们看阿难尊者 所视线的这样子的一个样子 我们就不需要太过于自卑了 佛陀的随行试者 十大弟子多文第一 在释迦牟尼佛讲唯一佛圣的时候 他尚且视线出那一种 讲了两遍三遍 二十遍三十遍 他依然战略 金刚摸不着头脑 所以我们听个两遍三遍 听不懂 你有什么好去畏惧的 有什么好去退却的 论根基 我们差他太远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慈悲 告诉我们末法众生 你要深入伯二法门 本来就是要不断的切磋研究 所以阿难心里有这样的想法 他在他的动作上 也就视线出来合掌清心 合掌在印度当时来讲 是表示对于对方一个 最高的一个礼记 但是不要只有外向上礼记 心里面你要清除那种 纷飞的杂念 才表示你对于佛陀的一个尊敬 祝佛悲悔 站在那个地方他不动 所以佛陀就要知道 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像我们做家宁主妇做父母的 回到家里面 平常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迎上门来 今天一按门铃他就来开门 开门之后左问好右问安的 然后站在你旁边 没事他也舍不得离开 你就知道必然要有求于你了 对不对 这个情况都是一样嘛 我们对于道理不够明白 就像孩子在长城的过程里面 他对于父母有所求 父母要能够体会出儿女心中的一个愿望 然后适时的去提供他的一个需要 当然前提要合理 那阿难站在那个地方 我们为人父母都了解儿女的想法 佛是无所不知的 难道会不知道阿难代表 与会大众共同发出了他们心里面的那种期望吗 所以释迦牟尼佛又继续开始教导 二十四尊书都罗缅网向光手 在这个时候 当下就在阿难尊者 站在那个地方不动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就把他的手给打开了 这个书就是打开 都罗缅网向光手 这是形容释迦牟尼佛的手 有多么的一个美好 就像我们现在在形容一个女孩子的手 如果很粗糙 就感觉到触摸的不够柔软 说他的手非常的柔软细腻 那这种感觉就有点向往 软弱柔宜 对不对 形容一个女子的手 多么的一个美好 那佛陀的这个手 它是怎么来的 它是在因地修行而来 在佛成就的佛果之后 的三十二项里面 有三种相貌 是跟手有直接关联系 那是我们现在 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我们必须要去旅行的 我们要让这个手发挥这样的功能 将来在我们成就的时候 才能够具足三十二项里面的其中三项 所以三十二项不是你成佛以后 你变化出来 而是在你多生多劫 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这个相貌就渐渐具足 所以我们现在相貌长的美丑 它是跟我们过去生的因缘有关系 你跟你的修为有关系 你不要说 哎呀 这个父母遗传过来 我们爸爸的身材 这样外面没有缘到 我们妈妈也没水 啊身材的女孩哪有可能 水到哪里去 一层 你没有听过 你没有发觉 有的父母非常的好 但是生下那个孩子 噗噗的 他集结在他的身上 就彰显付出 父母之间的那种貌美 或者父母的智慧很高 很聪明 但是生下的孩子有没有 阿Q一个 原因在哪里 这就是你跟父母有这样子 为父子的一个因缘 但是你过去生所带下来的功德 不足以支撑 你去具备父母的一个美好的相貌 父母的一个才智 这个叫做龙生九子 各个不同 所以你要为你自己的长相 为你的内在 有没有具足与否 你要去承担全部的责任 到你的使徒 人一点关系也没有好 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以我们如果向往佛陀菩萨 他们的相貌的庄严 我们就是在现在学到的时候 我们不断的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刚刚何讲师引用儒家的讲 成于中行于外 内在有多少无名的一个去化 外面的相貌 就会彰显出那些的庄严度 所以三十二相 第一个手指牵肠相 我们就可以把手伸出来看一看 如果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有没有 你就回家自己慢慢看 以这个准则我们来省思自己的相貌 有哪一些地方做的不够 第一个不杀生 你累世的修行 你必须是持常灾的 我们讲持素的 你不能说哎呀我不去当屠夫 我们杀鸡不杀猪 那个不杀不行 还要包括你根本就不射受 众生的肉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不杀 所以表示累世是持常灾的人 还有不协议 不要触犯到协议 不是正当的男女关系 不可以去发生的 如果我们去触犯 因为现在的社会观念 太过于开放 开放的当中就容易击非成事 所以我去到南部上课的时候 有道卿跟后学提到这个问题 他们自己本身 曾经犯过类似的错要怎么办 我说你忏悔 你忏悔之后有没有 再也不犯 那上天会赦免你的罪的 这个叫做不协议 第一种 第二个手足柔软 我们解释过 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对于长者的照顾 无为不至 我们以最简单来讲 我们不要谈到师长 现在对于师长 有感恩的心很少了 你看那个什么 毕业的时候 去聚餐 对不对 我看大概都是为了 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因为吃饱以后 再也不记得老师是怎样 更恶劣的是有没有 毕业的时候 再把老师啊 把学校的公务 给破坏一番 所以我们不要去谈师道了 我们先谈 与我们最有恩的父母 当我们的父母年老体衰 或者身体不方便的时候 我们是把它 完全就推给了安养院呢 还是我们能在自己 能力范围承担的之内 我们亲自去照顾 老人家的生活起居 当然因为现在是工业社会 假如父母没有留下金山 儿女他要去工作 长期请假 人家可能就不会有没有 在雇用我们 这是我们要考量的经济的问题 但是后学讲 在你能力范围能做的 所以这一次入上升经班 青年的读经 这个研究经典班我就提到 这个观念我们要远 我就举后学母亲在住院的时候 住仁爱医院 后学跟弟弟他们在医院 陪了二十多天 我在进医院就曾经看过 隔壁病床有一个高中的老师 其实那个身体萎缩到那种程度 我真的无从辨别他的年纪 是护士告诉后学 他住在仁爱医院 以现在来讲如果没有走掉 也就十多年了 他说他是那一年 从学校下课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倒到什么 倒在半路上 被人家紧急送到仁爱医院 就再也没有清醒过 然后每一天后学天天都看到 礼拜一到礼拜七 他没有休息的 他有一个前道 有一个男生 大概是三十出头左右 天天到医院里面 到晚上傍晚 大概在六点左右 会去帮这个躺在病床的 这个昆道人家 按摩他的手掌 把他扶起来拍拍背 然后手脚给他按摩 大概半个小时以后 然后在耳朵旁边 嘀嘀咕咕讲一些话 他就离开 实际上这个病床的傅道人家 他是有请专门的外劳 那个外劳照顾的也很好 但是这一个前道 从来没有一天断过 我就很好奇 那因为他是前道 而且来就是照顾那个人 后学也没有时间跟他多聊 因为很简单 那段时间也是我们自己老人家 要应餐的一个时间 他的妈妈是不能够用餐 因为是要用灌那个营养食品 后学我就问护士 护士讲 说从这一个傅道人家 住到医院来之后 这是他的儿子 从来没有一天断过 即便结婚以后 对不对 然后下了班 他都会专门绕到医院来 他也不会认为外劳都看不好了 所以他就不做事 他一定亲手再做一遍 表达出他为人子 对于父母的一个孝心 那请问这一点我们做不到吗 我没有叫你把他搬在家里面 让你24小时不能动 你把他送到养老院 你把他送到医院 请问你 你真的已经忙碌到 再也不能够去看他了吗 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子 少啊 我看到有一些的朋友 送到养老院之后 起先一个礼拜一次 两个礼拜一次 后来一个月一次 后来一年一次 后来就忘了 为什么他也死了 老人欠缺人的关怀 他就容易摔了 触目所见都是一些残障的人 你的心情会健康到哪里去 所以各位前行 上天没有叫我们行孝道 行道我不要活了 没有 他只是告诉你 你真的有心 在你能力范围能做的 当然你会累 你绕过去再回到家 你一定会累 但是如果你记得 父母的养育之情 你就不觉得累 父母当年抚养孩子 多累啊 所以我们其实讲学道 也不要讲太高超的义理 就年轻人而言 也不用讲太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你把孝道先做好 你无愧 你孝道能做好 然后再把这份关怀 往外去拓展 所以我才讲 你要教养孩子 你把孩子送到佛堂 佛堂给你的就是这些东西 佛堂没有叫你修行 把什么都丢掉 佛堂教你 在你的生活 能够掌控的时间内 发挥你的智慧 好好安排你的生活 让你在各种角色的扮演当中 能够游刃有余 圆满的一切无所愧 然后这一切是不会产生冲突的 所以手足柔软 就是对于父母 当他身体年迈的时候 我们能够为他擦洗身体 而不要觉得恶心跟肮脏 第三个 手足慢向 这个慢向就是手与手之间 指头之间有长出了那是 类似于猪网的一个样子 这是在类似的修行里面 学到的人用四色法去摄取众生 所以这个是明显的跟度化众生有关系 这是尽你什么 做人该有的一个责任 老五老你还要以及人之老 你要让所有与你有缘的人 都能够因为结识我们 认识我们而能够有所受益 我们常常会在坊间听到一些话 真的有搞事 是世界的人 好坊都没得到过 不好的事情一大堆 我们如果今天学到以后 还会让别人有个感觉 认识你真的是我人生 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或者我们学到以后 然后我们的亲戚朋友 对我们的看法 也抱持着这种观点 那么我们就要不断的进行一个网内检讨的工作 这就表示我们做的还不够 或许我们在改 但是做的不够 所以不能够去改变别人刻板的一个印象 也或许我们过去的做人有没有很糟糕 现在有没有也不见得进步了多少 所以我们要在什么 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透过人与人之间不断的接触 而去磨损自己的脾气毛病 我们在一切的境里面锻炼自己 尤其我们做父母的人 在抚养孩子的过程里面 会化掉我们过去很多不好的习惯 后学的母亲曾经举后学的哥哥来讲 后学的哥哥小时候 他年纪比我们大 大我们十多岁 我的大哥 大我们十多岁 然后看到这个母亲 为小孩子像我们这些弟妹 在换尿布的时候 以前的尿布不是现在免洗 是用布的 用完还要把他摆在旁边 然后就把他清洗 他都觉得好恶心 可是等到他自己结婚生子 他的媳妇 对不对 我的嫂嫂 就不是很勤于这份工作 你是要让小孩子在那边 一直哭喊 表达他的不舒适的感觉呢 还是你要赶快把他换 我想一般人 这个都有磁心嘛 就要帮他换 换的过程 他再也不觉得恶心 这也是我们在 所谓的成长的过程 因为成家立业 所伴随的一个 很好的学习的一个经验 所以你现在怎么照顾 你的儿女 就不要忘记 你将来要用同样的心 去照顾你年迈的一个父女 这是我们讲的 迈向就是爱女 像我们合奖师讲 站在台上都没有恶口 爱与温暖的话 我们讲这个 什么三 善言有没有 一句善言三冬暖 一句俄语有没有 六月好 所以好的话多讲一些 但是也不要讲得太过了 讲得太过的意思就 这个人明明已经八十岁了 发苍苍 面皮也皱了 你偏偏说他看起来 十八姑娘一朵花 我觉得这种 这一种的虚伪的话 我们就不要太过度了 适可了一个赞美 然后什么 要立行 做一些与他人有益的事情 同事 所谓同事就是 你站在跟他有相同的 一个环境 能够用同理心 去感觉到他的需求 然后就会施以 适当的一个法门 最后就是布施 在别人欠缺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能够提供一些服务 布施的含义很广 包括你一个铅笔 包括人家行动不方便 手伸出去 这个都叫做布施社 以这四种方法 我们在阴地修行 才去跟人广结善缘 然后在将来谷地上 就成就的手足慢象 这是谈到了三十二项 所以佛陀把这个手伸出来 五个指头打开 就告诉阿难 跟所有的大众 他就问 他说我出成道 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 于露园中为阿洛多 五比丘 还有五四种 曾经讲过 在露园 露园其实另外一个名字 也叫做姬远 这是同样的名称 释迦牟尼佛当初 进入到雪山修道六年 他的父亲靖范王 就派了家里面的亲族 也是在朝廷里面 做官的一些官换之后 紧随在释迦牟尼佛之后 那个时候叫做西达多太子 希望能够把西达多太子 把他劝回来 不要去走修行的路 来继承这个王位 我们在书上八十页有这么一个记录 那这五个人去的时候 前面有三个人 属于父系那边血统的人 在雪山跟着释迦牟尼佛修 释迦牟尼佛修什么 修苦行 这三个人受不了 受不了就离开了 然后就跟着其他的外道去修了 然后最后两个人其中一个叫做阿洛焦成人 他依然陪在西达多太子旁边 修苦行 可是后来看到西达多太子 接受了牧羊女的一个羊 羊女的一个供养 他就认为西达多太子 退了道心 不修苦行 他们那时候的苦行是日食一麦 那一麦不是一大碗的麦面粉 不是而就是一两粒一点点很微薄 来供养你一天的设身所需要一个养分 所以在那边的几年的时间 这个西达多太子就修得行销鼓励 因为设身依然需要养分的一个供养 可是这两个人不理解 认为西达多太子退了道心 他们也走了 走了就跟前面三位会合 都在路远这边跟着外道在修 一直到释迦牟尼佛接受了牧羊女的养乳供养之后 他就觉悟到修苦行 于心性是没有争议的 对不对 你没有争议为什么还要叫大家修苦行呢 而且那么赞美大家设 其实所谓的苦行就是告诉你 你要淡薄物欲的一个追求 当我们想师想做一件事情不去做 还真的蛮苦的 对不对 所以假如我只是虐待我自己 借于自己的心性的进化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种无意义的残虐自己的行为 跟释迦牟尼佛肯定大家设的苦行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设是借由对于外面的花花世界 没有贪求他心里面心如止水 他没有那个欲望了 所以你给他什么东西 他都能够用欢喜心 欣然接受而且甘之如雨 所以当释迦牟尼佛回到菩提树下 坐在菩提树下开始去什么 夜赌明星悟到的那一刻的时候 他觉悟了 他立刻起来前去路远 一旦觉悟所有的前程往事 过去未来无所不通 聚足六通 他也知道了什么 这五个跟随在他一起修行的人都在路远 所以他立刻起身前往路远去找这五个人 就为他们去讲演四身地 接引他们出生死苦海 那为什么第一个会接引这阿若多无品丘 阿若多本来就是阿若交成如 他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那一个歌力王 曾经在什么 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他迫害远入先人 肢结远入先人 远入先人是释迦牟尼佛过去生 因地修行的其中的一生 他跟歌力王相遇的时候 歌力王虐待他 知己他 那他叫阿若交成如 到后来释迦牟尼佛为这五比丘 开演四圣地 三转法轮 讲了之后就问谁物 你们了解意思没有 阿若交成如第一个站起来 他说我懂 他说他懂了之后 释迦牟尼佛透过印证 确定阿若交成那 也叫做交成如一样的 确实明白了 是吧 四圣地的一个道理 拒足了阿若汉的资格 所以就给他赐了一个名号 叫做阿若多 阿若多翻译成华文 就是第一个解法的人 了解佛所收的法的一个人 叫做解本纪 那讲起这个阿若交成如 他跟释迦牟尼佛的因缘 还不仅仅是忍入先人那一世 其实有一本书叫做咸鱼经 这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 很多的因缘果报的故事 在我们的后面的书除原有 他就曾经讲过 这个阿若交成如过去生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上学到 那个时候他视线的是一个国王身 然后他以实善来治理这个国家 老百姓都看着上位者的作为 所以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奉行实善 那个时候是一个大国 所以国内良善的风气 非常的一个蓬勃 结果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在一个国度里面 有形的是黎明百姓 无形还有鬼道的众生 那这些的百姓 他们能够以实善作为自己 立身处事的一个准则 所以他们不造恶 不造恶这些鬼道的众生 就不能够去侵害这些人 所以我们讲夜路走多碰到鬼 那是因为自己常常行夜路 心不正 假如心正有没有 你走哪儿都不怕 因为鬼道会聚为你的 那这个就有五个鬼 五个夜叉就去找这个国王 就跟国王讲 他说国王 你把这个国内的老百姓 教导得如此之好 老百姓奉行实善 没有人造恶 结果我鬼道的众生 我是要吸取人血 吸取人的精气来维生的 他们不造恶 我根本不敢靠近他们 眼见我们这个身体有没有 也已经朝夕不保 怎么你只有照顾有行的百姓 那我们呢 当时释迦牟尼佛 那个时候还是国王 就跟他们讲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去伤害百姓 然后你们有需要我来提供你 他就赐自己身上的血 来喂养这五个夜叉 然后跟他们讲道理 叫他们要尽量的 扶持这些老百姓 能够众善奉行 然后当时是这个国王 就对这五个人讲 今天我用我的血 来什么 来喂养里面 来日我如果成到我成佛 我第一个度的就是你们这五位 我以前因地修行 他发的愿 后来累生累劫 阿若交叟这五个 都跟释迦牟尼佛相逢 释迦牟尼佛是一生 要比一生来的什么 更为清静 更为圆满 那这五个人在跟释迦牟尼佛 在不同的空间相遇的时候 他们也曾经禁害 进行过迫害释迦牟尼佛的工作 毕竟从轨道来转世嘛 可是也因为有机缘遇到 世尊的 垂世的全身 在世尊的一个教化之下 他们一生比一生更为的精进 到最后这一年 三千多年前 希达多太子要视线成佛了 然后阿若交叟了 这五个有没有 当初的五个夜叉也同时再来 已经可以作为王族之后了 跟释迦牟尼佛可以有一个血缘关系了 而且蒙释迦牟尼佛的建议 真的他们当时就能够什么 就能够出这个所谓的三界 正阿罗汉 那释迦牟尼佛按照仁王经记载 他已经来这个地球 最少超过八千次来度化众生 他过上一次是故意来视线 他已经早就是佛 那同样的阿若交成如 按照经典记载 他在多生多节 蒙释迦牟尼佛的教化之下 他也早就已经成菩萨 他是一个大菩萨来视线 他将来成佛 他的佛号叫做普明如来 这一生因为释迦牟尼佛 要视线最后身的成道 他就来搭帮助到 以一个菩萨身来视线身文 从基础开始 所以各位浅贤 这就是我刚刚一再跟各位浅贤所讲的 你要经过多生多节的基修 对于义礼的深入 你才能够像阿若交成如 当下能够明白 所以有很多前嫌问 哎呀如果有佛在多好 你看经典上不断的记载 佛陀讲了一个道理之后 就有人马上证阿罗汉 证虚头寒 证圆诀 为什么我们都不会 你要了解 这些当下能够开悟的人 各个大有来历 都是大菩萨在来的 所以你就不要气蕾啊 可是如果你很羡慕这一点 你将来还有一个机会 你要跟弥勒佛相遇 开荣华三会 那个时候弥勒佛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也是讲今天的道理 讲四圣地十二因缘 讲六都波罗蜜 讲苦空无常的道理 他讲一遍 你依着你现在身对于义礼的深入 你的修为的深浅火候的高低 而断你将来开荣华三会的时候 你当下开悟 还是你只是做善种子 我要先告诉你 将来荣华三会 在大臣佛经讲 也不是每一个当下都能够成大阿罗汉 你修为太浅了 你修为太浅 自信自度佛是不能度的 这一件事情任何人都不能帮忙 所以到时候即便开荣华三会 你对佛陀讲的义礼有没有 那个时候佛陀就是弥勒佛 你依然是摸不清楚 摸不清楚 然后你就要在那个地方继续修行 去种未来的因缘 在弥勒佛注释正法八万年 末法八万年之后 还有衔接的第六尊佛狮子佛来 你把你修到的时间 拉得越来越远 所以修行是积修啊 积修就是用时间来换取的 但是这个时间不是躺在那个地方 任时间搓脱过去有没有 就能得到的成效 所以要多下功夫啊 好 所以这边是谈到阿若焦春如 这五个比丘的因缘 所以今天你的左右前后 你每一次开班 碰到不同的同修道办 坐在你的前后左右 有缘的生跟浅 那这一份的缘都跟你过去生 彼此种下的关系有关系 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要让他结善缘 结善缘就是刚刚和讲师一开始所讲 把大部分的时间拿来切磋自己的心性 拿来切磋道学 不要让这么一个美好的时间空过去 空过去以后 他就会成为下一生 你们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做什么 浪费时间 善缘会延续 恶缘也会延续 那善跟恶 眼前看不到大的明显 这些老是聚在一起有没有 都讲心性之学 都讲什么成胜之学 太无聊 这是别人看我们的 美好的时间浪费在这边做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他们去外面趴脱去外面游山玩水 我们就是显得跟他们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在我们这一群当中 也有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是属于精进的还是懈怠的 如果懈怠的你所积聚的一群将来继续懈怠 因为八十田的种子进去就不会消失 你精进的就永远会聚在一起 依然往上给精进 所以善恶到最后 他就会明显有一个水落石出的答案 所以为什么在各部经典里面都叫我们要 清进善之士 远离恶之士 佛陀讲 恶之士对学道人所造成的伤害力 远远大于恶相恶骨恶 因为被大象给踩死了 被狼给吃掉了 你不见得要下三恶道的 我修得好我就回天了嘛 对不对 就算修不好他把我吃掉 我还有做人的机会啊 使这个身体灵性没有受到损损 但是二姿势的熏息 他是不知不觉见识而来 像八月十五的月亮 不知不觉有没有 导导的那个扛就没去 所以要去小心这一点 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 如果有碰到一些的 好像左邻右舍 比较好像跟我们学到的过程 好像属于那种不太相干的人 那么你也不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 去敦清墓灵 做分内该做的事情 维持表面上该有的一个礼貌 你不必说修道人要敦清墓灵 我们就一定要建立那种修魅的关系 本来就是敬畏分明的事情 天堂地狱本来就是两条路 所以他就曾经释迦牟尼佛去路源 跟这五个比丘开示 还有以后的法会都在讲 他说所有众生聚如来佛性 但是却不能去成就无上佛道 这个菩提不成菩提 就是不能成就无上佛道 甚至连跳出三界所需具备最小的果位 叫做阿罗汉的 他都不能成就 而必须在六道里面 不断的轮回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有课程烦恼 因为有烦恼了 这个烦恼用课程两个字来形容 所以释迦牟尼就问他们 问这五个人 你们当初是因为我讲什么样的道理 你们才能够去成就 没有今天阿罗汉的一个果位 这是释迦牟尼佛 去反问与会的这个比丘 可见这五比丘都在现场 那我们就先来看 什么叫做课程烦恼 我们所有一切的无名 都叫做课程烦恼 烦恼就烦恼 为什么加这两个字 他就是要告诉你 何谓客 人家是有来来去去的 租人是要叮当的 对不对 你来我家做客 最后离开家的是你不是我 吃饱了 睡足了 你离开了 或者你开客栈 对不对 客栈的主人住在当地 但是里面住宿的客人 他是来来去去 表示说我们什么 我们的烦恼 他虽然沉出不群 他虽然生灭不停 但是我们的真如自信 从来没有因为这些 生灭的烦恼 而有任何的一个变化 第二个何谓成 成代表第一个 维系 细小 我们的烦恼细到有没有 连我们自己都无法觉察出来 我们常以为自己讲一句话 做一件事情 是无心的 我是无心之过的 一直后学到研究佛法 我才不让自己 有这样的一个借口 有的时候我们人去讲话 伤到人家 我们说哎呀 因为我不是故意的 我说不是故意 是有心的 意思是一样 那是因为 有一些无名的种子 潜藏在我们的阿赖爷室里面 他老是让我们口出恶言 讲话永远没有好听的话 你见面都在关系 我们的关系好 你关系好 你不能够用美好的话 去形容吗 一直在道口 这么想 你看有一些人 他跟你碰面 他认为跟你感情很好 他讲话都没有好听的话 表示是什么 表示是你跟我之间的关系非常 假如我们今天是学到人 你要小心 你老是用尖酸 刻薄的语言 来表达你的人际关系的一个美好 那表示 内在的东西是肮脏的 它不好的 否则有那么多好的话 你为什么不能形容 比如说我们见到朋友 有人比较矮 身材比较娇小 别人都尽量不去碰触 人家的隐忧 人家的隐私 你看到 哎呀我跟他感情没 狗肥没感 你这样子就是一个不善 你讲习惯之后 这个也叫做恶口 各位前仙 你是反反复复复停 在日常生活里面 在反过来熏悉里面 八十天的恶法 助长他的恶念 他会变成一个惯性的 所以学到人先修口 从嘴巴去修 去赞美人家 去肯定别人 所以维系的信念 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没有察觉 就像我们看地面很洁净 可是如果你用白布一抹 有没有 它也有灰尘 就像在空气里面 漂浮着很多的灰尘 但是没有透过显微镜 我们看不到 代表烦恼的维系 还有 尘有一阵微风过来 它就漂浮不定 所以用刻 用尘 来形容什么 形容烦恼 它本来就是不断的 它不断的时候 而且有没有 它来来去去 变化是万端的 可是我们的真如自信 是什么 是主人 是不动的 它后面还有形容 有没有 形容的真的是很美 所以有人曾经讲过 人言经是维经 就在于这么多经典里面 人言经用了太多 非常优美的文学 在形容这些大道理 实际上这应该是翻译的人的功夫 火候 我们一开始就讲过 人言经是当时 从这个所谓的印度过来之后 我们在中国有一个人的国学基础很好 所以他能够把释迦牟尼佛讲的意思 透过我们中国文学里面 比较优美的词句 就很适当的表达出来了 那这个陈还有代表 粗的烦恼跟细的烦恼 粗的烦恼是什么 最明显就是见货 显而易见 我们假如没有正知见 我们就无法去辨别是非 好坏 那货为什么 成叫做私货 私货就是我们的贪 称吃卖 财色名识税 我们都认为 人不要贪什么 贪 非分之财 可是我们常常忘掉 在日常生活里面 贪睡 贪吃 贪玩 贪看电视 这些都叫做贪 那于学道的人而言 这个关照的功夫就要很深了 你就不能用坊间人的标准 今天就没事情 起来要唱什么 就在那里睡 睡起来 天气也很冷 坊间人可以这样做 学道的人 该你起床就要起床 见即旅即要做要起来 起来真的无聊 你就要安排事情去做吗 这是学道跟一般人不修行的人 他最大的差异性 没有学道人他会无聊 学道的人不应该在生活里面 出现无聊这两个字 无聊就代表什么 你太空闲了 无聊就代表你的真主人 不能当家做主了 无聊就代表你不能够去进行一个安排自己功课 你失去了自转的能力 自主的一个能力了 所以没有学道可以讲 常常很无聊 但是学道以后 为了改善 先让人知道说 但想到现在有担担 所以他做不 千万不要随便说 我感觉我很无聊 尤其学道人不要这样讲 因为你觉得无聊 无形的就会让你有聊 抓一些事情让你无聊 所以我们要去让自己觉得真正学道人是外面虽然觉得好像事情蛮多 他们内在是蛮从容大度的 不会有任何的那种急促啊或者那种忙碌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阿焦成纳 吴比丘里面焦成纳就第一个站起来 他也是当年那五个夜叉里面 第一个开口跟国王要求给我一点血 我要吃血维持身体的人 他就站起来跟佛讲 我今长老于大众中 他已经是长老 长老有分这些 第一个 生年长老 这个就很像今天我们在道场里面 我们会拜排位置的时候 对不对 有的时候假如我们道场有担负工作 我们就与你负责工作的 比如说点团师啊 然后这些的姑姑啊 这样的工作的责任的轻重 来定你参拜的一个位置 那个只是方便在一个大众的场合里面 让大家能够各就各位 不要你让来我让去换成一团 可是各位前行 你千万不要在这个东西上面 你就起了什么 起了执着 你不要把位置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修养 你千万不要 我一路走过来 我真的在很多道场 发现有一些道心 有这样子的一个无名的存在 他加工 他就坐到点团书边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位置比较大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他如果没有时间坐 他的东西也要在那个所调定位 为什么我现在没有位置 稍等回来我要坐这个位置 表示自己的身份不一样 实际上你不用这么样子 我讲人世间给你任何的肯定 没有用的 要上天给你的肯定 假如今天这个位置 人家都坐满了 我往哪儿坐都可以 你又何访呢 是不是 这就是个人的一个涵养 那有的时候有一些年纪大的人 我们礼敬他 让他站在前面 坐在前面 这个都可以 所以他只是礼节 只是方便我们在运作的时候 有一个规矩 你切莫把这个规矩 就变成了一种 好像代表我的地位不一样 后学一向不喜欢站前面 最大的一个原因 不是我客气 而是因为我讲过 我发觉 尤其在大班里面开 那个站在很前面 回走进去 走的路又比较远 回头礼拜完毕 走出来又远 最后一个位置 有没有路程比较短 我人高腿短 对不对 所以不适合长途跋涉 可是如果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私心 别人告诉你 前面有位置你怎么不补 你也是要照实往前补啊 但是最好不要让我补 因为我是为了这个私心而来 我从来没有想到 他也无形破除了你 对于明相的一个执着 学到落在明相前嫌 我执没有破 温大党外怨的一份子 没有破我执就是外怨 所以这个生年长老 按照年纪的大小 福德长老 你在道场在功德很多 你做的事情很多了 责任承担很多 法性长老 正果的人 他代表不一样哦 OK 然后这个阿若交成如 他是什么叫他是正果的圣人 入园当中释迦牟尼佛开眼四圣地 然后有没有阿若交成如就悟了嘛 所以释迦牟尼佛才给他 赐名叫阿若 对不对 然后他说 独得解明 他是第一个得到的 应勿克成两个字 他就是听释迦牟尼佛讲 一切的烦恼如克如成 如克来来去去 生灭不停 如成有没有 也是变幻不断的 在那边浮动 他透过两个字就开悟了 那后学已经读了这么多 有没有 我一直在想办法 去误入这些圣人的境界 后学早上在看书的时候 坐在那边就想课程两个字 其实我们仔细看 假如我们真的误出课程 你就能够放下了 对不对 你这一生当中 包括你所处的环境 只有你的真如自信 他生生世世跟你长相依偎的 他永远没有生灭 他没有代谢 他是唯一的真主人 你这个身体 你外面生存的环境 他是跟你类似的因缘有关系的 他是来来去去的 充其量时间比较长一点而已 但是说长如果跟三界来比 你这个长又无足为道理 是不是 如果晓得唯一真正有恒存在是自信 一切的都是如刻如尘 是因缘的变化不定的一个安排而已 你就不会把周遭的东西抓着不放 我之所以会这么感慨 是因为昨天在跟我们前嫌晚上在的 我们就谈到了一个休闲的一个观念 你看我们前嫌有人修得真的很好 有人五十多岁 四十多岁 为了要走修行的路 衡量自己的生活能过 所谓的能过 斗市一间可以住 也不是今天你所谓的豪宅 就是一间有没有小斗市 然后现在只要略微打一些零工 就可以维持自己的开销 银行或许没有什么钱 但是也摆了个三四百万在那边 所以他不要再去花多余的时间 去追逐那些身外之物 因为有这样一个观念 他大部分的时间就用来研究道理 用来护持道场 这是我在年轻的一辈里面 我看到确实有这样修为的一些这样闲闲的存在 又有而且为数不少 但是也看到一些老一辈的那种对于钱财的那种执着不放 到了七十到了八十 有被够贪钱 你要贪华谁 尤其很奇怪 是都中阶的人 很有钱的人 对于钱财的那一种贪得无厌 反而是那个比较没有钱的人 真的只能够维持三餐 一种平常的运作 你不要动作这些人没有银子 人也有银子 银子也小 但是他说 我现在看我的银子 财到现在有没有 到什么时候了 我供养他的学费就完 除了他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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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子了 我就不免得给炒烦 是有人真的这样做 可是你在看有一些人 就让人觉得比较心酸 你到了七十到了八十 你还不放下 你授明示意志 那真的只是中一个善意 有什么 你贪的无厌 都没有放下 所以你了解所有你贪的东西 不因为你贪他就有 一再跟前前讲 我要贪给我们儿子 贪给我们儿孙 怎么你们儿子 你们儿子 所以变成你的团子 我们如果这样在想 我们都害到我们儿子的孙子 我们的儿子就叫我们贪了 是我们自己 自己贪心 却找了一个借口 那你贪给他们 我们命中他只有一百万 网费心机嘛 所以佛陀才讲一句话 君子乐得为君子 小人网为小人 可是假如我子孙没有这个命 对不 就我们爸爸妈妈这四人就感苦了 对不 贪吃人 没贪赛留给你 所以你也跟你爸爸妈妈同样 你也要自己身身孤孤 过日子 但是因为你的爸爸妈妈有走修行的路 积善之家必有余气 他的命就搞了 所以这个一理解之后 你眼前的生活要怎么安排 当下就很清楚啊 那为什么放不下 贪 贪啊 舍不得让他什么 让他从自己手边流过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能够今天抽空过来 应该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我先讲 你的生活要能维持开销 假如有一些前嫌三餐不济 我们就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衡聊 我的意思是 你已经可以活到很久了 用到很久 你依然贪得无厌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我们活在人世间 从克根成两个这去思索 你对于人世间一切美好的 因缘际会 你就不会有过多的留恋 你太贪恋 贪什么 贪情志 贪名 贪力 各位前姐 早早晚晚 烦恼不断 注释金银宝 借有闲看七十年 这是讲人生七十古来七 如果你活八十岁 活九十岁 就给你看八十年九十年 生带不来 死带不去 看穿了 才能够去放下 那你要看穿 要反反复复 不断的用圣人的道理 来进化自己的内在 所以你读经 一个字就不断的往里面去显示 我现在是为客还是为主 我的自信是做主人还是做客人 如果自信是做客人 就是偶尔良心会发现 大部分的时间有没有 是我的人心在做主 反客为主 你就知道 他的危机就什么 就四福了 所以又开始又举例子 这个 这是阿若焦成如 对释迦牟尼佛所说 就是依着他 听释迦牟尼佛讲的四圣地里面 他去了解 他了解了什么 他说 世尊啊 就像一个旅客一样 行客就是旅客 他投机到客栈 旅停就是现在讲的饭店 hotel 那不论他是来饭店里面 是要吃一餐饭 或者是要在当天的晚上 要休息 要留宿 留宿就代表停留的时间长 吃一餐饭就表示时间短 等他吃饱了 等他睡饱了 他处装前途 他要处装 就整理自己的衣服 整理自己的行囊 然后立刻要继续 他下一段还没有走完的旅程嘛 就像我们大家今天出来嘛 你来这边是做什么 做客的 因为佛堂不是老母的家嘛 老母的家是你的自信的一个原理 你在佛堂任何人到一个点都在做客的 是不是 你来到这个地方 出门的时候你要整理打理自己的外貌 准备你的教材资料 然后等一下下课你要整理 你就要回去了 是不是 然后等下一次的时候 开班聚会 我们又再一次的相逢 这个处装前途就是这样子 不妨安住 不妨他根本就不会在原地一直停留下来 但是如果他是这一间饭店的主人呢 自无忧望 他就不会离开了 所以如是思维 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去想 不住叫做客 不会停留下来的叫做客 会停留了永远不会移动的 那个叫做主人 所以不住者称为客的意思 应该是这个样子 阿六教程又举了一个例子 前面是用旅店 客人跟主人的关系 来形容我们的佛性 佛性就像主人一样 他是不移动的 如如不动 客人就像我们的六根 接触外面的六层 然后景色千变万化 早上才听前嫌门讲 昨天前天有没有还热的半死 下庄出楼 昨天温度 趴上一身掉落到 最少少10度到15度 冬庄又要再出来了 温度的变化如此之大 所以外面的幻境是不断的 景象也好 或者是外面的这个气温也好 都处于变化当中 可是是什么 你的自信是从来没有动过的 里面的主人没有动过 又举一个星际 际就是雨下完之后天晴的意思 星际就表示 刚刚下完雨雨后出晴 青阳升天 太阳刚刚升到天空里面 这一个大概家庭主妇 或者有常做无畏师的人 就会知道 然后太阳刚升天的时候 那个光线透过一个细缝照进来 发明空中 就会照这个虚空当中有没有 看到什么 诸有成像 看到很多围细的浮沉 灰尘在那个空里面在飘摇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有 坐在那边看到光线射进来 那个光线里面就会有一些细细的围尘 然后这些的围尘 尘直摇动 不动的在摇晃的 因为他们的体积轻薄嘛 对不对 然后虚空既然 可是那一片的虚空从来没有动过 你看这个尘灰尘在虚空里面在摇动 可是后面的虚空有动过吗 没有 我们抬头看外面的天空 有云飘来飘去 你看过天空有跟着云在移动吗 没有 你看到飞机飞过来飞过去 你没有看过天空飞来飞去的 都没有 它以我们的自信当做什么 来比喻成虚空 虚空因为容纳很多的东西 我们的心性也可以容纳无量的东西 然后虚空是从来不动的 表示我们的自信 你也不应该随着外面花花世界的变化 你的心念而有任何的高低起伏的 你的六根对应外面的世界 接收讯息 不要用它来污染你的内在 带动你的七情六欲 因为你的自信是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表示 不受外面境界的变化 而会有任何的一个所谓的高低起伏的 一个情形发生了 所以如是思维 这是阿若教程如自己讲 我透过这样一个情形 我就在想 成吉 成就代表干净 吉就是什么 没有遗物的意思 无遗物 虚空是这样的干净 没有任何的一个染灼 然后那个摇动的 会飘浮的 那个叫做成 所以摇动者名为成义 这个叫做克根成 这个都是反反形容 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色身里面 在这个花花世界的里面 那个会变化的都叫做生灭法 不会变化的 那个叫做不生灭 从主至今 唯一不生灭的 只有我们的自信 其他都叫做生灭 生灭的都叫做克成烦恼 为什么 只要他会激动你的 所谓的七情六欲 他就是你的无名 他就是你的烦恼 他会覆盖 让我们的真如 不能够显现 他该有的作用 他的作用不能显现出来 我们做事就拖泥袋水 出门就舍不得了 哎呀不敢啊 这边摸摸 那边摸摸 看到这个也不安心 门再锁两道 万一小偷来偷怎么办 然后孩子再摸一摸 妈妈马上回来 对于什么 对有相的一个黏着 对于情字的什么 一个不舍 这些都在自信里面不存在 你做完了你就放 所以你看古大者 他们为了要出家休息 你看他们放得多么干净利落 近一代的虚云老婆上 最值得为人的标杆 他父亲在清朝是官内 家里面也有诺大的财务 他父亲为了让他沉寂两房的血脉 所以同时娶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妻子 跟他青年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他跑掉了 他本来就不要娶他父亲 逼他去把他锁在劳财房里面 逼他要成婚 他成婚之后跟妻子取得协议 没有夫妻之死 三年之内不同房 三年之后他就想办法溜了 他三年之内是想要进化他们 进化不来 他要保全自己他走了 我们舍得吗钱到 一个老婆又让你练练春风舍不得了 吞到也一样 一个先生就担心他 又这个外遇那个外遇 对不对 你烦那么多干嘛 你只是在那边制造莫须有的一个烦恼而已 但是该发生的事情 不会因为你的烦恼他就不来 所以想通通就放 善尽自己的职责 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问心无困 我就转一个角度去想 就因为上天知道我 有心走修行的路 怕我千禅挂碍太多 才干脆让他做出一件 让我痛彻心腹的事情 让我整齐我就放下了 那就没在事了 很多事情你换一个角度 你胭脂不是如此 那种爱固固定的人 老天就给他一大堆的人 就给他这个网子 那个网子让他跳不出去 让他在网子里面就迷失自己 这个或许你听起来好像是在 成全人家一句善语 但是你胭脂这跟你过去生的因缘 不确确实实有这种关系在你 对不对 因为你修得好 所以才让他发生的事 提早发生的 也是命中该有 也不会因为你修有没有 就莫名其妙来的事 让你直接去看过 一切的东西都是一个幻象 看过了你就不会有太多的留恋了 所以后学跟谁讲电话讲最久 跟道亲讲电话最久 我跟先生讲电话从来就有两三句 就交代的事情完毕就画起来 跟儿女的话我几乎都不多 就是道亲话讲最多 那为什么因为道亲都在掺言道理的方面 那儿女就是事情的交代嘛 那其他就没有什么见面再讲 其他都不要多说了 说那么多 要看破要放下 不要因为这一生的善因缘去障碍了自己 未来生的修行 即时如来于大众中 佛陀又开始 阿若交成如表达出他开悟的一个原因之后 于是世尊又视线 把手之后打开来 又曲就是又弯起来又打开来 他就问阿苔你现在看到什么 阿苔就叫我见如来百宝轮掌 我看到如来您的手 百宝轮掌形容释迦牟尼佛的手的一个美好 相貌的美好 不要以为他的手上握了很多宝贝 看他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看你的手在大众当中一下打开一下合起来 于是佛就问阿苔你看到我的手在大众当中开开 又什么又打开 关着这个说起来又打开来 是我的手有开有合 还是你那个能见东西的见性 他跟着我的手也开也合呢 他就问哦 阿苔就叫世尊的保守 您的手在大众当中不断的打开来 又把他什么卷起来 卷起来 我看到是如来的手在那边有动作 我的见性非我见性有开有合 我那个能见的见性并没有开有合 假如他有开 各位以前假如我们的见性有开 开能见物 对不对 开能见物 那当世尊的手合我们的见性有合 你怎么知道世尊的手合起来 是不是 明暗 那是表示外面的一切的镜都在变化 我譬如我们举 现在外面是亮的还是黑的 亮的时候你见性能够看到 黑的时候见性有随着外面的光线 他也变暗了吗 没有 他如果也变暗就失去了见物的一个功能 失去见物的功能 他胭脂外面的环境已经变暗了 所以有始至终是外面的静在变化 见性始终是没有变过的 所以他才能够接收一切外在的讯息 所以静有来去 自信是如如不动的 这段话听起来很简单 后面会不断的在阐述啊 佛就问 谁动谁静 那请问你 是你的见性在动 还是我的手在动 哪一个动哪一个静 阿难就回释迦牟尼佛说 世尊您的手不断的在什么 在变化 而我的见性从没有静 谁为无助 无助什么 无助就是静的意思 动的意思 你看这个地方 各位前我们看下一句 什么叫做上无有静 这段话意思是什么 我们谈静跟动的一个关系 黑跟什么 跟亮的一个关系 毕竟是昨天刚刚是什么 漆黑一片 相对于刚刚现在天气比较亮 才有光明的名称 对不对 一定是相对而有 我们刚刚在动 所以我说现在你们静下来 然后你们刚刚在静 现在我们动起来 它一定是相对的 你从另外一个环境 变到这个环境 才会因为变化的不一样 而有不同的形容吗 要有动才会有后面的静 或者要先有静才会有后面的动 你要先来才会有后面的去 对不对 OK 然后阿难就讲 我们的自信从来没有动过 没有随外境的变化而有变 外境吵 它依然静 外境安静 它也依然静 它没有动过 从来没有动过 你怎么用静去形容呢 对不对 它一直保持原貌 所以各位且你就回想 六祖谈经行有品 慧能大师教慧明将军 不失善不失恶 当下就是上座的本来面目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都认为自信是善的 自信俱逐万善美德 这句话没有讲错 但是你不能就此说我的自信是善的 为什么 你讲他是善 那表示他曾经有恶过 自信从来没有任何的变化 他就是这么一个面貌 所以你不能用善跟恶去形容他 他要曾经恶过 现在变好的叫做善 或者他现在是个好人 以后他变成坏人 自信没有变过 所以你要离开善恶的一个名称 你才能够介入到真正的一个自信 所以你不能说自信是动还是静 哎我们自信如如不动那就应该是静了 错了 用静字形容他都不对 那个叫做化蛇天竹 因为他从来没有动过 你何须去形容他为静呢 都没有 所以你看勇家大师在七元品里面 他去参访六祖 六祖点开他之后 他就明白了他掉头要走 当时六祖跟他讲反态诉乎 这是高手在对话 开悟的人在对话 你来的太快 你回去也太快了吧 六祖跟他讲啊 他也知道混人大师在跟他谈自信的东西 所以要讲本智非动 其有树叶 我的自信从来没有动过啊 没有动过 既然不动 请问你哪有迟速之别 你的行动很迟缓 你的行动很快 是不是 你要有一个动才有快跟慢的一个形容词 我的自信从来没有动过 哪有快跟慢的分别呢 没有 所以这个也就是有没有 阿难其实讲出这句话 各位浅浅他已经明白了 他才能讲出这句话 然后佛就跟他讲 对对对 对对对 之后有没有 接着 我们就看这是后学 要藉由 还是以那句话 每一次我们在读佛经 要读出佛陀的言外之意啊 他就是要不断的告诉我们 外面的环境 你不管他怎么样的变 起起落落 都跟你的自信没关 所以你在一切境里面 都不要让自己被境所牵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早上听我们合奖师讲后学的修养 其实我蛮惭愧 后学昨天晚上从家里过来 因为要拿一些东西 就是田贤门寄放的东西 让后学先摆到佛堂这边来 我就摆到佛堂来 我以为我还要赶到别的地方去散会 我就骑着摩托车 结果我在骑到对面按照规矩走 骑到对面的时候 我就应该要左转 转过去 刚好碰到 今天好像是妈祖过生日啊 碰到那个大游戏 那个车阵我转不进去 我走到那边去有没有 我根本穿不过去 穿不过去眼看着有没有 那后面的车辆一辆辆过来有没有 我只好跟着车辆又往前开 结果开过去 开过去有没有 我必须再骑回到原点 因为我要穿过那边才能够进到我们佛堂 再往前我走到了那个 什么二省道那边去 我还是要绕回来 我一被逼的车子 必须要跟着车辆的同一个方向移动 我一过马路我就这样插劲 一句话就出来了 我插劲 你知道吗 那这句话一出来之后 马上就有感觉糟糕糟糕了 为什么 这是一群的人在什么 那我不就过去了吗 按照交通我也没错啊 对不对 我本来要 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过呢 我还要给自己找理由 虽然念又一想 这是一个游行的队伍 他要一个庄严性 对不对 所以前辆车开通 后面本来就是揭绪不断 是我应该要去避开他 我不能站在道理上说 这是我该过的 你们怎么还在站我的路线呢 你应该要与人方便就与人方便 所以我昨天在骑车路上 就针对自己 就一个马路过去 一个念头出来的两个字有没有 害我还要去进行忏悔一二十分钟 破功了 一天都是清净无染 就这么两个字就把我毁掉了 糟糕 修行没有火候 为什么 静见一来 力见正章 都会清醒 修行好的人 不会像后学这样子 他笑一笑有没有 我就多绕一趟路嘛 就好了嘛 再绕一圈就好了 重新回到原点再进来就可以 何至于像后学这么没有修养 所以修行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要在一切动中 要能够看到自己的自信 要让他做主 你就不会被外境所夺 夺就是不被他影响 所以一切 不断的跟各位浅想 二六十钟 虚于不离道的意思是什么 守钟 守住自己的自信 守钟之后 你才能够去用钟 才能够率性之味道 自信能够做主 视听言动 与莫动静有没有 你都能合余到 他就不会违背我们的良心本性 所以释迦牟尼佛听阿难在讲之后 觉得阿难有一点点跨入内 他又开始开始在比喻了 从他的手掌里面就飞出宝光 这个就是神通了 我们什么也飞不出来 对不对 热的时候扇一扇也没有什么风 阿难的这个宝光 就在阿难的左右闪来闪去 阿难为了要看这道宝光 头就跟着左右摆动 于是释迦牟尼佛就问阿难 他说阿难 你的头现在不断的左右的摇动 原因是为什么 阿难就讲 我见如来出妙宝光 我看到佛陀从手上发出这种宝光 来到我的左侧 来到我的右侧 我为了要看清楚这道宝光 所以我的头才会左右的一个摆动 于是佛就问阿难 你的头在看这个活光 而有左右的一个摇晃 我要问你 是你的头在动 还是你那个能见的见性 在跟着你的头摇动 我说世尊 我的头在动 而我的见性尚无有止 无有止就是没有静阿 刚刚不是讲阿 没有动 这边讲没有静 离开动静的两端 意思说你外面的环境是动是静 跟我的自性毫无相干的 我的自性从来没动 你就不能说他静 我的自性从来没有什么 没有静过 你也不能说他是动 你离开这动静 他本不受外境的影响 所以哪里有摇动可言 我说对 所以透过这两段的问话 世尊就了解阿难尊者 切切实实已经明白 对于真心的一个轮廓 然后有了一个大概 那我们一堂课听下来 一个半小时各位清闲 我们是觉得好像越听越模糊呢 还是什么 有一点点心得 不论情况怎样都不要焦急 有心得也是你过去的一个努力 没有心得我们就继续在研究 佛所说的东西都是我们自性里面 本来就具足的东西 我们如果想要自己快快契入佛的法语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最便捷的方法 可以有倍数的让我们智慧成长 那就是改变自己不良的习性跟比性 灭无名就能长智慧